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部署的位置往往人际罕至或者说这个环境特别恶劣 比如说上一节当中介绍到的战场环境 或者在外太空探索当中 所以说更换电池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呢为了保证对监测区域的覆盖 需要有大量的节点密集的部署才能保证这样的覆盖 而密集部署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同一区域内或同一的范围内 可能会有大量的节点都需要去竞争使用我们的信道来进行数据的发送 那么意味着信道的竞争可能很激烈 那么干扰可能也很严重 这一点呢后面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解释 第三由于这个节点部署在无人职守的环境当中 所以说呢物理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也就是说攻击者可以直接捕获或者拆解我们的节点 对存储器当中的内容进行提取或者采取其他形式的一些攻击 比如说伪装啦等等 物理安全呢可以说是整个信息安全的基础 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网络防护手段非常完善 部署了大量的防护硬件软件 但是呢这个机房却可以任意进出 那么我们攻击者完全可以直接进入机房 切断电源供应 所有防护立即失效 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点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也就意味着攻击者只要位于一定范围内 就可以对我们的通信进行窃听 甚至是进行干扰 后面呢就无人职守和无线通信带来的安全问题呢 还将进行进一步的介绍 第四大量的节点也就意味着产生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数据就必然带来数据处理融合传输等相应的问题 再接下来由于节点的加入失效等原因 带来的这个网络网络托普结构不稳定变化 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否则这个网络连通信都无法保证 那么网络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最后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节点的外观 内置传感器的内型供电方式 部署位置等等等等 根据都是根据应用来确定的 那么应用场景不同 这个可能相差千差万点 所以没有一种通用化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这个节点密集部署带来的问题 以及我们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进行进一步的介绍 先来看一看应对节点密集部署带来的干扰 等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应对手段 就是托普控制 那么托普控制呢 是通过对节点的发射功率进行调节 节点休眠的控制 邻居节点选择的手段来实现 在保证联通性的前提下 降低干扰 降低能耗 并且这个托普控制呢 必须是由各节点自主的执行 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节点的参与 那么这里边呢 再进一步解释一下 那么我们的中心节点 由于这个托普结构变化非常剧烈 而且呢 由于这个部署的范围可能也很 范围也很大 所以中心节点也很难获得对 整个网络运行状态的一个信息 同时如果需要中心节点参与 才能够完成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个网络的可扩展性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它必须是以各个节点分布式的方式 自主的来决定整个的网络托普结构 那么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手段传输功率控制 那么原节点和目的节点的通信呢 可以是单跳的 也可以是多跳的 那么单跳呢 显然需要这个节点的发射功率比较大 那么同时呢 位于节点传输半径内的其他节点 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信号 也就意味着要竞争性到 或者呢就受到干扰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采取多跳的方式 这样一来呢 单个节点的发射功率可以减小 但是呢 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第一 原节点和目的节点之间 是否存在一条链路 或者是否是联通的 第二 即便是联通的 我们又怎么样找到这样一条路径 那么找路径这个任务呢 是由我们的路由算法来完成的 上一章当中我们介绍了 按需路由AODV 那么其实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或者是相应的路由算法当中的一种 确定了传输功率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传输半径内的节点 进行选择 也就是邻居节点选择 那么我们 已经知道 所谓的网络拓扑结构呢 就是网络中的节点 加上节点间的链路 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么不同的拓扑结构 或者不同的邻居节点选择 对我们的网络性能有什么影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几个例子 在这两幅图当中 节点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节点的链路却有所不同 那么比如在这幅图当中 那么这三个节点和我们的基站是直接通信的 那么对于这个也就意味着要采用更大的传输功率 才能实现这个传输 因为传输距离更远 而这边这个图呢 显然 比如以这个节点为例 它的发射功率可以减小 可以减小 那么 虽然 那么这边这个图 我们说 可以减小它的发射功率 就是对能耗呢 比较有利 但是反过来 它有缺点 也就是网络结构的鲁棒性 或者网络的健壮性不够好 那么一旦 出现 节点失效 如果这个节点失效的话 其他的所有节点都将失去 与我们基站的连接 那么 所以我们的拓谱结构 还需要在能耗和网络的健壮性 联通性等方面来寻找这样一个平衡 好 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两个托谱结构当中 节点的位置也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传输同一条消息的代价却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节点要传输一个消息到我们的根节点 需要经过四条 但是呢 每个节点的发射功率可以不用那么大 而在这边这个图当中 这个节点需要 采用更大的发射功率 才能够与我们的根节点 这个完成消息的传输或者通信 那么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托谱控制当中要进行平衡的 也就是这个单个节点的能耗 以及我们多个节点的能耗之间 它也需要进行平衡 还有一个特殊性呢 就是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当中 距离基站节点 越近的节点 它往往能耗或者传输压力更大 在这幅图当中 如果每一个三级节点都产生一条消息的话 那么我们的第二级节点需要转发两条消息 这个节点J需要转发两条消息 而第一级节点 那就需要转发四条消息 或者说 第一级节点的能耗是第二级的两倍 是第三级的四倍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会更快的耗尽能量 那么 这也是在这个托谱控制当中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 如果要对不同类型的这个托谱结构 能耗啊 这个健壮性啦 还有什么干扰啦等等进行一个对比 或者性能测试的话 那么第一种方法显然就是实地的实际运行 那么但是这种代价显然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如果是成千上万个节点 那么成本相当难以控制 那么我们所以呢 需要借助于仿真的手段来对我们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这个托谱 性能进行一个测试 比如 那么我们这儿有几幅图 都是在 MetLab下 就是这个工具下面呢 进行托谱结构仿真的一些实验的截图 那么相同的节点位置分布 那么我们不同的这个托谱结构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当中 那么来应对我们这个 节点密集部署 那么带来的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托谱控制 再来看一看安全 那么安全呢 首先来说这个物理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 所以呢 攻击者可以俘获节点拆解提取存储去当中的信息 比如这里有一张图 那么就是对我们的智能卡进行这个拆解的一个图片 可以看得出来图片当中的这个芯片呢 已经是完全暴露出来了 而且进行这项工作 来进行这个存储内容的提取 那么这就是物理安全得不到保证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的例子 那么应对的方法呢 目前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通过硬件的方式 采用temper proof就是防拆解的封装 但是呢成本较高 比如有一些封装方式哈 一旦你把这个封装撕开 它就会破坏掉内部的芯片结构 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软件的方式 比如对存储内容进行加密 对节点的行为进行监测 那么以便发现我们网络当中的恶意节点 这种方式的成本呢相对低一些 但是呢实现的难度呢往往也更大 好再来看一看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带来的一些新的安全问题或者威胁 那么最基础的 攻击者可以采用相同的频段发送垃圾信息 对我们的通信进行干扰 而且如果通信功率足够大 通信的这个频谱足够宽 那么甚至是可以达到阻塞你正常通信的目的 那么攻击者也可以通过伪造消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消息的注入 那么这些呢代价呢都比有线网络当中更容易 除此之外 攻击者还可以以假冒合法节点的身份来实施攻击 比如这里我可以冒充一个炼路质量高的节点 冒充炼路质量高 那么吸引周围的节点的把消息传递给他 传递给他以后呢 他并不进行正常的转发 而是直接丢弃 那么可以达到破坏正常通信的目的 这种行为呢 模式和我们的黑洞非常相似 黑洞呢只进不出 所有东西都逃不过他的魔爪 那么所以呢 这种攻击呢又被称之为黑洞攻击 或者呢我们两个攻击者 进行协作 那么 这两个节点都是攻击者 协作 那么把这个消息呢 传递到远处 那么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 那这种攻击呢又被称之为虫洞攻击 那也是一种非常形象的名字 再比如攻击者可以不断转换其身份 那么来和伪造通信 来和我们的真实节点B进行通信 那么 比如节点A伪造了大量的消息 那么节点B进行处理响应 那可以达到耗尽节点能量的这个效果 这种攻击方式呢 由于这个节点身份 它是不断的变化 好像女物一样 有很多种的这个变化 那么所以又被称之为女物攻击 那简单的总结一下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当中的物理安全 得不到保障 无线传输这种模式呢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安全问题 并且呢 由于我们这个节点的计算能力啊 能量都非常有限 所以在传统网络安全当中使用的 比如非对称的加密算法 就在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当中 没法使用 因为它的能耗和对计算能力的要求 都非常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节点 第一采用电池供电能量有限 第二呢 这个节点的这个受它体积等等的限制 它的处理能力呢 也往往很有限 而公钥算法呢 需要这个对应算能力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说呢 这个相对传统网络 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更多 或者说有它自己的一些这个特点 最后呢 来看几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的例子 那么第一个呢 是通过传感器来监测车流信息 然后呢 动态的调整我们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工作时间 那么是一个智能交通的例子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节点 佩戴在这个人体身上 尤其是关节部位 那么可以通过传感器来捕捉人体的动作 实现体感游戏 等等等等 那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目前的应用的例子呢 太多了 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